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特网已经渗透到我们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 使用英特网只要从键盘输入几个字符 清点鼠标就能了解世界上发生的新闻与趣事 领略祖国广袤和山 人物风貌 欣赏乐耳动听的音乐 还能与其他城市的朋友聊天 英特网有哪些应用呢 电子邮件和万维网 等是英特网的基本应用 其他的应用都是从基本应用发展起来的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英特网的基本应用 老师 在我和小雅制作电子书《三国演绎》读后感的过程中 深刻体会到了英特网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这些便利体现在哪里 小达 你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些 好的 老师 在校对的过程中 我与小雅互发电子邮件 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对方意见和修改后的电子书 在收集相关资料时 通过浏览网页 可以足不出户地查询到大量信息 的确 如小达所说 英特网中各种的应用 使我们的生活 学习 越来越高效与便捷了 老师 我们都收发过电子邮件 那电子邮件发送和接收的过程是怎样的 老师 我们都浏览过网页 在浏览器中输入网址后 网页是如何传输至我们的计算机中 小达和小雅真是善于思考 爱问问题的好孩子 今天老师就来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将了解英特网的两项基本应用 电子邮件和万维网 传统邮件的收发离不开邮局和邮递员 同学们 你们知道传统邮件的收发过程吗 老师 我知道 比如 我要寄一封信给小达 我寄出信件后 邮信由邮递员投递至我家附近的邮局 清分检后邮汽车 火车等交通工具送至小达家附近的邮局 再由邮递员投递给小达 小雅很棒 传统邮件的收发需要整个邮政系统的运作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小雅描述了其中主要的环节 老师 那电子邮件的收发过程是怎样的呢 当发送电子邮件后 邮件发送到了哪里 接收电子邮件时 又是去哪里接收的呢 好的同学们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子邮件的收发过程 比如在校对电子书三国演义读后感时 小达需发送一份电子邮件给小雅 当小达发出电子邮件后 邮件首先从小达的计算机传送至邮件服务器A 然后该服务器再将邮件传送至邮件服务器B 此时 小雅就可以连上英特网 从邮件服务器B中将邮件接收到自己的计算机中 传统邮件的收发需依据一些规则与约定 如分检 运输 投递等 同样在收发电子邮件时 也需遵循相应的协议 老师 我知道 在之前的课程中提到过两个与电子邮件有关的协议SMTP和POP3 是的 其中SMTP名为简单邮件传输协议负责发送 POP3名为电子邮局协议第三版负责接收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示意图 在小达发送电子邮件给小雅的例子中 过程一 小达的计算机至邮件服务器A 过程二 邮件服务器A至邮件服务器B 过程三 邮件服务器B至小雅的计算机 这三个过程分别遵循SMTP协议还是POP3协议 老师 我认为过程一和过程二遵循的都是SMTP协议 因为过程一和过程二都是在发送邮件 老师 我认为过程三遵循的是POP3协议 因为过程三是我从邮件服务器B中接收邮件 小达和小雅回答得都很好 与传统邮件相比 收发电子邮件需要什么一起配合完成呢 老师 我觉得需要电子邮件服务器 电子邮件协议一配合 小月回答对了一部分 仅仅有电子邮件服务器 电子邮件协议是不够的 还需要其他什么吗 老师 我知道了 还需要我和小雅 分别在电子邮件服务器A和B上的电子邮件 小达回答正确 电子邮件地址的格式为用户名at域名 其中用户名是用户自己定义的字符组合 域名是提供电子邮件服务的服务商名称 例如小达的电子邮件地址xiaodaata.com 那么xiaoda就是用户名了 a.com就是邮件服务商的域名了 小雅的电子邮件地址为xiaoyaatb.com 那用户名和域名分别是什么呢 老师 小雅电子邮件地址的用户名为xiaoya 域名为b.com 我们一起来练一练吧 假如小达的电子邮件地址为xiaodaata.com 小雅的电子邮件地址为xiaoyaatb.com 根据示意图 请用序号表示小雅发送一封电子邮件给小达 小达成功接收至自己计算机的正确顺序 老师我来试试吧 我认为正确的顺序应该是6、4、2 小月回答得非常棒 那6、4、2这三个邮件发送接收的过程 分别遵循的是哪个协议 老师 过程6和4使用的是smp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过程2使用的是pop3电子邮局协议第三版 小达回答正确 老师 我最近安装了一款电子邮件客户端软件 在设置如下信息时 我不会了 老师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好的 小达 这里需要填入账户所对应的接收邮件服务器 和发送邮件服务器 老师 那我怎么知道我所使用的发送邮件服务器和接收邮件服务器呢 这个其实很简单 小达 你的电子邮件地址 域名为a.com 那么 查询相关网站的帮助信息 就可以知道 你的接收邮件服务器为 pop.a.com 发送邮件服务器为 smtp.a.com 对应填入即可 老师 我明白了 在接收邮件服务器中 应填入pop.a.com 在发送邮件服务器中 应填入smtp.a.com 小达 真棒 一下子就理解了 目前 电子邮件的收发 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电子邮件客户端 使用前 需事先设置账户信息 如电子邮件账户 smtp 和pop.a.com 服务器等 另一种 就是直接在网页上 收发电子邮件 虽然无需事先设置账户了 但每次都需登录该网站 学习了电子邮件 下面我们就来揭示一下 万维网的奥秘 了解一下 网页是用什么编写的 又是如何传输到 我们的计算机 万维网是 英特网的另一项基本应用 当我们坐在电脑前 用浏览器打开网页 了解天下事 搜索信息时 你所访问的网页 多数都含有一些超链接 指向其他的相关网页 像这样 通过超链接 把所有有用的资源组织在一起的系统 就形成了一个信息网 这个信息网 我们就叫做万维网 万维网是由许多信息资源 相互链接而成的 一个世界范围的信息网 同学们 当我们首次访问某个网页时 在浏览器中输入相应的网址 并回车 浏览器会打开相应的网页 请想一想 这个网页原本就储存在 我们的计算机中 还是通过网络 传输至我们的计算机 一般而言是通过网络 传输至我们计算机的 小月回答正确 电子邮件的收发 需遵循SMTP和POP3等协议 那网页的传输 需遵循什么协议呢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图中 浏览器地址栏的内容 老师我知道了 是通过HTTP协议传输的 因为在新打开的网页中 浏览器地址栏的最前面 自动补上了HTTP 小雅观察得很仔细 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的主要功能 是负责传送浏览器的网页请求 和服务器返回的网页 当我们输入网址或点击某个链接后 HTTP协议会将浏览器地址栏中的内容 作为访问请求 传送给万维网服务器 万维网服务器收到该请求后 便将对应的HTML文档 通过HTTP协议返回到我们的计算机中 HTML文档经过浏览器解释后 以网页的形式呈现 老师 我明白了HTTP协议的作用 但我有一个疑问 万维网服务器返回的是网页 那示意图中为什么又叫做HTML文档呢? 这是因为网页是用HTML语言编写的 HTML叫做超文本标记语言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简单的HTML例子 老师用Windows的计时本软件编写了一个简单的网页 用浏览器打开后 如左图所示 在机器本软件中输入的具体HTML语言的内容 如右图所示 HTML语言叫做超文本标记语言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右图 想一想 HTML用了什么符号作为标记 老师,我发现了标记应该是监括号及其中间的内容 小达观察得很仔细 HTML语言正是用了这种形式作为标记 标记一般有单个出现和成对出现两种形式 例如,监括号BR是单个出现的 它表示回车换行 监括号HTML与监括号斜杠HTML 监括号TITLE与监括号斜杠TITLE 监括号A与监括号斜杠A等是成对出现的 分别表示文档开始与结束 网页的标题以及超链接 HIEF后双引号间的内容就是具体的链接地址 在浏览器中,当你将鼠标移至监括号A 与进口号斜杠A标记中的文字上时,鼠标就会变成一个小手状,点击后则会打开相应的网页 同学们,图中还有一些成对出现的标记,大家课后可以仔细观察找一找 HTML语言的内容远不止这些,也不可能在这里做完整的介绍 若要用HTML语言来制作网页 同学们需要系统地学习HTML语言的知识和语法规则 老师,如果点击网页中的超链接,是不是就相当于把请求发送给了万维网服务器? 是的,小达,当我们用鼠标点击网页中的超链接后 超链接的具体内容作为请求发送给了万维网服务器 同时,浏览器地址栏中的内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这是因为万维网上的每一个网页,每一种资源都有具体的地址 这个地址我们称之为URL统一资源定位器 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网址 URL统一资源定位器的常见形式为 协议名冒号-寓名-路径-文件说明 其中,协议名指访问该资源所使用的协议,如HTTP等 域名指该资源所在的主机,也可换作IP地址 路径-文件说明指资源在主机中的具体位置和名称 本节课我们学习了电子邮件 了解了电子邮件收发的两个协议 SMTP和POP3 知道了电子邮件在英特网中发送和接收的过程 学习了万维网 了解了HTTP朝文本传输协议 HTML朝文本标记语言 和URL统一资源定位器 同学们,至此我们已经学习完了计算机网络 与英特网基础的全部内容 在第四单元中,我们学习了网络的三要素 网络的功能与分类 网络的连接组件以及网络协议等内容 在第五单元中,我们继续围绕英特网展开学习 了解了英特网与TCPIP协议 英特网地址和域名 英特网的接入方式 以及英特网应用 下面,我们通过综合活动 组件小型局域网 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 对之前所学的知识做一次回顾 接下去,我们就一起来完成 组件含有两台计算机的有线局域网的项目 首先,我们从计算机网络的三要素来分析 完成项目任务所需的计算机设备 应是两台计算机 这里,老师提供了两台笔记本电脑 那通信线路及连接设备 应选择什么呢? 同学们,能不能从右侧的这些线路 和设备中挑选出合适的? 老师,我觉得通信线路应选择双脚线 因为我们组件的局域网 所连接设备的传输距离 肯定不超100米 而且能够连接同轴电缆 或者光纤的设备也不常见 连接设备应选择交换机 因为项目任务是组件局域网 无需和其他网络相连 交换机以能满足使用的需求 没必要选用无线路油气 小达回答得很好 我们在选取线路及设备时 要以实用为原则 在完成项目任务的前提下 降低组网成本 选定了两台笔记本电脑 双脚线和交换机这些硬件设备 下面就可以根据右侧的网络连接示意图 将其连接起来 完成了硬件的连接 三要素中我们只剩下了网络协议 老师 我觉得三要素中的网络协议 应是TCP IP协议 好的 那我们是不是要安装TCP IP协议 老师不需要另行安装 在本单元的第一课中 我们已经知道了 TCP IP协议一般是与操作系统一起安装的 那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还需要给两台笔记本电脑 设置IP地址 好的 小达 那你来试试吧 好的老师 根据第二课中所学的 在同一个局域网中 要确保设备之间 能够相互数据通信 他们IP地址的网络地址必须相同 主机地址不能冲突这个原则 我选用如下IP地址 192.168.1.10和192.168.1.20 原因是他们的网络地址 是前三个实进之数 均为192.168.1 主机地址分别为10和20 不冲突 这样这两台笔记本电脑 就可以相互通信了 小达分析的很到位 那我们决定就设置 小达所选用的IP地址 我们将笔记本电脑1的IP地址设置为192.168.1.10 笔记本电脑2的IP地址设置为192.168.1.20 具体操作请看微视频 首先找到桌面上的网络图标 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 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本地连接 点击后 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并点击属性 点击选中Internet协议版本4后 再点击下面的属性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 并输入192.168.1.10 点击确认关闭按钮 这样笔记本电脑1的IP地址就设置好了 同样的步骤将笔记本电脑2的IP地址设置成192.168.1.20 老师,我们连接好了所需硬件 设置了IP地址 那项目任务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虽然所需硬件已连接 IP地址也已设置 但我们一般还会对局域网的联通情况进行测试 确保所有的硬件都是完好的 IP地址的设置都是正确的 老师,那如何进行网络测试呢? 一般我们在局域网中测试两台设备的联通情况 都会使用PIN命令 例如,在笔记本电脑1上 点击屏幕左下角的Windows按钮 在弹出菜单最下方的搜索程序与文件框中 输入并执行CMD命令 在弹出的命令提示符窗口中 输入PIN控格192.168.1.20 并回车执行 表示测试本机与笔记本电脑2之间的联通情况 若出现屏幕上的返汇信息 则表明网络联通正常 当然,出于安全等因素考虑 防火墙等安全软件会阻挡拼命令 若要正常使用拼命令 则需对防火墙进行设置 我们已经完成了项目任务 组建小型局域网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组建小型局域网的一般步骤吧 好的,老师 第一步,先选择合适的硬件设备 第二步,连接硬件设备 第三步,应该是设置IP地址了 前提是操作系统已安装 因为所需的TCP IP协议 一般是随着操作系统一起安装的 老师来说最后一步 第四步,我们应该测试网络的联通情况 同学们都非常棒 若有条件,课后大家可以尝试组建一个无线局域网 同学们,第五单元 英特网基础的学习已经完成 英特网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如今即便在偏远的乡村 智能手机也逐渐普及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上网 和亲人、语语音、视频等方式互通消息 打开网页或是各种应用程序 人们就可以便捷地了解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许多人更习惯于使用地图应用程序进行导航 在当今社会 人们正不断与英特网建立起更加深入广泛的连接关系 作为21世纪的高中生 我们有必要学习与探究G3G网络背后的科学原理 深入理解生活、学习中与网络技术相关的各种事物 与现象的本质 全面提升信息素养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